有时人体荷尔蒙达到极致 大脑就会出现短路 一时冲动之下 可能就会做出匪夷所思之举 损酿成的结果 往往就是让愚蠢瞬间发生 NBA球星一不例外 有时比赛胶着的时刻 球员们就容易紧张 而一紧张就会不知所措 赛后变成功登上五大九 本支影片 我们就盘点NBA那些 让人无语的球场断片时刻 拖步在2017年进入联盟 新秀赛季 在湖人队 拖步并没有什么登场机会 第二年 便被送到了奇才 在奇才重建的过程中 拖步一步步打伸了首发 但奇才 还是低估了拖步在进攻端的威胁 而这个威胁 有时甚至是自家篮筐 2020年 在奇才对着魔术的一场比赛中 拖步用一记帅气的补扣 消散拿下两分 但随后发现 这个篮筐 好像不对劲 更搞笑的是 下一回合 威少突破上篮 结果楼是上了一个三铺针 短短的30秒 就已经很好地说明了当时奇才队的状况 即便是球伤高入老瞻 也会出现球场断篇时刻 就比如这一球 或者这一球 2022年对阵绝金 第四节还剩两分钟 虎人依旧落后13分 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 詹姆斯觉得有必要 让球自动滚过半场 至于他当时在想什么 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在一顿操作之下 球直接滚出了界 但是无论如何 詹姆斯可不会每晚比赛都走神 然而威少就不一样了 最近几年 威少在比赛中的失误 越来越离谱 比如这一球 或者这一球 然而最离谱的 还当属他的球场神游 七步作尸 凭借这一球 威少直接走进了五大酒名人堂 2022年 快船对阵雷霆 比赛第二届 组巴茨后场接到球后 竟然直接来了进后场远投 虽说组巴茨这一球 砸中了篮筐 但好歹 投篮前先看看表啊 计时器 还是8.7秒 就算是本等席 战神伦纳德 也绝不会在时间 这么充裕的情况下 选择后场出手 2018年 提呼对阵尼克斯 以下刚开始 作为中风的考新斯 就带球过半场 这一回合 他要做一名控球后卫 然而刚过中线 他就慌了 连走四步 直接把球 送开了波深 短短几秒 考新斯就完成了走步 失误 加倍延扣 有球迷就表示 如果换作自己 在野球场搞这么一处 绝对会立刻转身下场 把东西收拾收拾 头也不回 立刻回家 作为骑士率的一名防守汉将 德拉维都瓦 曾经在总决赛防守库里时 打出过高光表现 不过在NBA民宿眼中 德拉维都瓦的防守水平 只能说 还是差点意思 2016年 骑士对着马刺 德拉维都瓦 就上演了防守裁判的名场面 2016年 东部决赛 骑士对着老鹰 G3 欧文在底线接球后 便开始了他的三威胁动作 即便骑士叫了暂停 欧文 依然没有停手的意思 此时场上的欧文 仿佛RNBA2K 卡击了一样 如果说队里一个人水晶招 还情有可原 那么全对五个人一起场上深游 就说不过去了 2011年 宫女和尼克斯的比赛 西伯杜布置了一个星报战术 然而等到战术开始时却发现 根本没人在界外发球 所有人都满脑子想着 怎么在球场上跑圈圈 给裁判 都将不会了 2016年 装神创下了一项NBA历史新记录 只不过这个记录 并不怎么光彩 单场罚球 23罚 零重 至今都无人可破 除此之外 装神还有另一项罕见神迹 便是连罚两记 三不沾 而当时他的队友 还特别提醒他 第二罚 千万有沾框 可能装神 真的对罚球线附近的中投 丧失了信心 甚至后来 就算是无人防守 也不敢出手了 2014年 在150万球迷的投票下 帕金斯 洗脱个人NBA生涯的首作MVP大奖 沙克五大九的年度MVP 作为一名在联盟摸帕滚打超过10年的老兵 帕金斯在30岁这年 身体显然已经跟不上大脑了 然而在比赛中 帕金斯就想挑战下自己的软肋 被要打空球后尾 只见他后场抓下篮板 闷头就带球快下 自己传球失误 还要抱怨裁判 难道这却是传说中的 冷面笑匠 然而帕金斯并不死心 下场比赛依旧要打空位 只见他在湖顶指挥交通 而结果 也可想而知 这一段操作 把KD给气得 直接把球砸向了地板 在迈克尔鲁芬的职业生涯中 他的高光时刻 就是专门给其他球型的高光时刻 当背景板 虽然他拥有2米06的身高 但缺乏足够的力量和技巧 2007年 猛龙对阵奇才 比赛还剩3.8秒 阿里纳斯两罚两中 其才领先猛龙3分 本以为胜圈在握 然而不知怎的 卢芬突然上了头 将球抛向空中 可能鲁芬认为 比赛已经到此结束了 结果没想到 皮特森接到球 命中了一几不可思议的3分 将比分颁平 气势大阵的猛龙 最终在加实赛 击败了奇才 这一球 让阿里纳斯 直接产生了心理阴影 2020年 大将军的采访中表示 他至今也想不通 为何如此高大壮硕的一个人 却可以把球扔得那么低 有句话说得好 JR不神经 天天全明星 JR在当年总决赛 抢下篮板后的迷失 至今都被球迷们拿来嘲笑 然而 这并不是他球场第一次断片 2016年11月30日 骑士客场对阵熊鹿 上半场快结束时 熊鹿发动进攻 然后突然直在篮下 Tony Snow面对空篮 爆扣 拿下两份 看得像莫特直摊手 然而回放显示 原本JR史米斯在定方Snell 但却突然开小差 和场边的杰森特里聊了起来 当特里看到球与国办场 立刻起立和JR拥抱 而Snell就趁机 上空篮得分 实在太击贼 Thumbmaker 甚至走过去和特里握手 至此 特里也达成了一项成就 不上场 就送出一记助攻 2012年 24岁的麦基 场均能拿下10.8分 8.7篮板 2.9盖帽 然而他在比赛中的一些离谱行为 也引来不少负面评价 就比如为了拿三双 在大比分领先公牛的情况下 还要疯狂偷懒 结果各种三不争 2月4日 7篮在加实赛 以111比108 坚能击败猛龙 拿下赛季第五场胜利 然而比赛最离奇的时刻 却发生在第三届比赛 麦基在球队进攻时 竟然闷脱跑向后场 让解书员直呼 麦基 你要去哪儿 有球迷就表示 好的一面是 麦基满脑子都是防守 但坏的一面是 别看他跑得这么快 当真要他回房时 他却躺在地上 迟迟站不起来 2012年2月 快船对阵山猫 比赛一开场 就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穿球事物 山猫后卫科里马盖蒂 带球来到前场 在他观察了一下内线球员的卡位后 然后就把球直接传给了快船球员 卡龙巴特勒 自2000年开始 马盖蒂为快船效率了7年 可能这次是他梦回老东家了 而更离谱的是 当时马盖蒂还对着巴特勒大喊 快投啊 如此丝滑的传球 甚至让巴特勒思考了一秒 才反应过来 差点骗了我一手乌龙 最终比赛毫无悬念 快船111比86 狂虐山猫 有球迷就表示 如果你真爱惜自己的眼睛 就别去看山猫的比赛 2015年3月5日 其才对阵公牛 比赛最后时刻 其才还落后三分 只有防守公牛的最后一攻 其才才有逆转的一线升级 然而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波特却突然断片 让自己的大脑 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 不出意外 奇才成功输掉了比赛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哟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